本节目由 纸牌屋 Porto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线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第三部的一部牌组 大家可以看前几天的对局片 就知道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个 冰一部VMAS的牌组 它的组法很多种 不过我看大部分都是当作 类似复打手使用 毕竟如果玩水系的话 我们现在有白马雷光B 不管是它的伤害跟能量需求都非常优秀 那冰一部就会稍微弱势一点 那我把它组得有点像钢凯亚那样 就是利用青铜中的特性 把能量转转转去 再配合雅米做补血 有点像一道冰一墙的感觉 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部是如何构筑的 首先我们放到了三张的冰一部VM 它的第一招结冰绝情就跟瓦斯坦一样 可以在后手的第一回合就使用 只要一水 然后可以从排库 拿一张它进化卡片进化上去 第二招一水两五打120 然后将场上的经验卡拔除 使用这招几率算是比较低的 我们几乎都让它的第一招就直接让它进化 它的VMAS进化 冰一部VMAS 特性水晶之木 它不会受到对手VMAS宝可梦的伤害 算是相当强的特性哦 会变成说对方只能用宝可梦V来对它做伤害 那我们再利用青铜中搭配鸭鸭的COMBO 除非它在前期铺场的时候 长大之间的卡片能够完善的运用 很理想的直接拿222 不然它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一道墙的 一水两五极具冰柱打150 然后对对手备战的一只宝可梦造成30点的伤害 这一招只要一水两五算是一个它蛮大的优势 代表我们在它身上的能量 可以贴到一个极光 然后两个钢能 这样在进行我们青铜中特性能转的时候 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些能量持续的做利用 那它点备战的一只30 通常你可以选择对方可能会进化的VPS 如果它的鞋在330下的话 你就可以运用两次极具冰柱 加上原本点了30去把它弃绝 或者是你想要点在冬冬数、差字符之类的 让它的鞋量先消到150下也是可以的 大概就是这两种情况 再来是我们放到青铜中的进化链 总共是3、2的组合后 这边铜金怪的选择其实还好 没有特别限定哪一只 那青铜中的特性应该搭满手机的 金属转移 把场上的钢能量一盒而不见次数 可以任意的转移到另外一只宝可梦身上 搭配亚米跟一些需要钢能做运转的VPS宝可梦 就可以来到一个非常强力的回血 再来是我们有放到一个副打手是昌翔 我们昌翔V放到2张 除了运用它的特性布导之剑 可以补3张手牌 跟顺利的填到钢能以外 也可以运用它的招式威圣剑三缸打230 算是对对手造成一定压力的 所以对方可能在老大 你想要抓出来的打手上面会有一点犹豫 还有放到另外一张 加热闪电鸟V 它的特性可以减少 对方场上宝可梦V数量的无能量 也就是说最少我们可以用到一个斗 就可以使用这招 那我们的斗呢 当然就来自极光能量啦 在场的主流有一大部分是无极力面史 那在无极力面史有月亮一部的加持下 其实这一副会很难跟它做抗衡 所以我们还是放到一张家人闪电大温兵 来跟无极力做个应对 在我们一些辅助宝可梦有放到一张冬冬鼠 一张白宝棚 现在因为三成数量慢慢减少的关系 已经越越少人放到大拖拖器 就连原本火牌强势的古月鸟 也越来越少人放了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 其实我觉得冬鼠会比较 优于插之谷一点点 白宝棚是可以减支援者的 我们后期可能亚米 或者是抽期不够的话 可以用这张白宝棚再回收回来 另外再放到一只梦幻 如果我们套牌有一些小只的进化宝可梦 每一回合都必须要拿它特性 像例如我们现在这幅有放了青铜钟啊 或者是我之前有组过的巨蛋山扎罗莽 以及有放多边兽等牌组 都必须放到一张梦幻 来阻止对手连组到熊丝直接双杀的状态 更的话它的血量只有100亿而已 相当危险 就算你两两只青铜钟 都会直接被对方的超级毒水连皮杀掉两只 要么它抓梦幻先打一回合 那我们可以用仅剩下的一回合青铜钟时间 赶快把能量都移到我们场上所需要的宝可梦身上 要么它就直接抓青铜钟出来 那我们下回再铺一张铜镜挂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放到一张梦幻 来避免这个情况发生的 这样就是我们这一副的宝可梦构成 再来是我们物品卡的部分 放到四张的仙机球 两张的宝可梦通信跟两张进化巡箱 这边通信跟巡箱的数量可以自己调整 可以放三一或者是二二 大家可以自己自作选择 比如我们用到钢人的话 就可以用到我们的钢武钉啦 可以填在我们的苍鸟身上 也可以填在我们的铜镜怪 或者青铜钟的身上 再来是换位的话 有两张宝可梦交替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冰一步的专路 雪月徽章 放到两张 主要它可以让我们冰一步的落点完全的消除 再加上策略到零费 如果我们遇到主流之一的夜一步BBS的话 让对手夜一步的伤害 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打在冰一步身上 可是我们也不可以完全依待雪月徽章 因为我们有放到两支通小能关系 所以宝可梦交替还是放到两张的 再来我们放到一张的重置印章 像这种节奏比较慢的牌啊 印章建议都还是放到一张以上啦 那我们这边是因为没什么空间 所以只放到一张而已 嗯 蛮简单的物品构成 接着来到我们支援者的部分 支援者这幅的数量 就会比一般的牌型还要来得多一点点喔 我们放到了四张的抽期 或是玛丽这边 我们就放到三张了吼 再来是亚米 这边放到三张 还有老大放到两张 大概这样的数量 我们有白布红龙关系 所以老大放到两张是还可以接受的 亚米的话 这边玩家可以自己调整 如果你觉得不要这么贵 想要更顺利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把一张亚米 改成另外一张多中数 或叉字符 这个是玩家可以自己选择的 那这边则是放到了三张亚米 一般的大家会认为这种回线的牌型 亚米只会放到一到两张而已 那我们这边放到三张 有点让它会有误判的局势发生 支援者的部分 再来是我们的建议场跟能量盒 建议场我们就放到这个 混沌之超弦啦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有 通敌雪道的关系 虽然我们这部主要运作的特性的轻动中 并不会被通敌雪道所克制 不过通敌雪道 却可以让我们第一部 BMS的特性无效化 让对方的BMS 成功的打在他身上 所以这边还是放到两张 混沌之超弦 来跟对手互换喔 然后能量部分放到四张的极光能量 以及八颗的钢能 测下的极光能量数量差不多 当然玩家还可以自己选择 可以把一张钢能量 放到四七而已 也是可以的 极光能量是建议至少要四张啦 因为我们除了兵不以外 我们还可以让神力来做打手的动作 毕竟极光能量被丢掉是回不来的 然后另外一张可以放可能喜欢的硬张 或者是龙鼠之类的 嗯 那这边就是这一副的构成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喔 然后这边可以跟大家讲说 这部牌组构成 其实可以在之后 有点无痛去转成我们的 铝钢能VMAS 没有意外我也会拍的是 青铜中搭配铝钢能的组合 对可以无痛转成那一个 就看大家怎么去取舍 青铜 铝钢能VMAS是伤害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它的特性是让对手有填特能的宝可本 没有办法打我们 那边一部则是可以扛住VMAS的攻击 嗯 可以有优缺啦 好不好 就大概介绍到这边 那最后不免俗的也讲一下好了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出去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